油价还能继续和一瓶矿泉水一样 甚至更便宜吗 这一切恐怕都因为美国向叙利亚 投射的几十枚战斧飞弹 扰乱一池春水 说到国际原油减产新台币汇率走跌 依中油浮动油价公式计算 预估10号凌晨零时起 国内器材油每公升价格 可能各调涨新台币0.5元 未来还会因为美国这起攻击持续上涨 关于加油怎么省 不用说都知道 所谓的制度加油 绝对是比人家帮你服务来得省 一般来说小个车可以省个五六十块 是跑不掉的 那您知道现在是正中午吗 知道 其实加油不太合 我知道 你也知道 为什么 因为会振发嘛 当然表示除了别挑气候高的时候加油 最能省此外 还有加油时 要以公升计算也会比较省 你以公升来加 譬如说我要加二十公升 会比你譬如直接说我要加五百 要来得好 因为其实就是插在油腔的切换的这个技巧上 它可能会插个几毛钱 又加油站的公渡生提供小配方 若是排队车多时 还有加油站才刚更换过新油 那指标物就是有油罐车的身影 最好也都要等等在家 因为我们的油槽底部上面会有水 因为它要隔离油水会分离嘛 那它主要是怕说 你在家的时候它可能油槽滚动 那可能它的油脂就没那么存 牢记这些 在未来油价一旦狂涨时 多少都能替荷包省些钞票 这几罐红颜金 台北报道 车的専用 一本 这种